第二的三题 村民做电学实验室 设计的电路如右图所示 假设电路中导线的电阻为0 则同时按下开关K2及K30 电路中哪些灯泡不会发亮 目前为止我们所学灯泡不会亮的原因是因为段路 我们的电流呢 从我们的正极出发 流过来 K1这里是段路 不过这里没有灯泡 所以没有发亮的问题 走到这边 K2跟K1都按下来了 所以它是通路 所以L2跟L3都会亮 上面这一条走到L1也是通路 所以它也会亮 然后全部汇合走过来再分成两条路 上面的K4打开断路 不过这里也没有灯泡 所以也没有发亮的问题 L4这边通路 所以L4是会亮 最后电流走回我们的负极 我们就发现 所有灯泡都是会发亮的 所以第二三题问我们说 按下开关K2及K30 电路中哪些灯泡不会发亮 我们答案选的是 所有灯泡均会亮